水彩小风景 2.先画出地平线的位置,然后刷水 注意水刷到地平线的位置即可 然后铺一层淡淡的灰色 接下来画蓝天的部分 画天空时我们从上到下,由深到浅流出云的形状 天空画好后,我们来画远山 接下来用黄绿色画前景,草地的部分 等地一层颜色微干后,我们加种草地的部分 再用画笔沾一些浓稠的黄色用手指弹在草地上 为控制颜色的范围,我们可以用纸巾遮挡住其他地方 画好后,再深入刻画一下前景的部分 这样,一幅简单的油菜花田就画好了 你学会了吗? 抖音 抖音 字幕志愿者 又是 词词